各位机运会的观众 周末愉快 今天老爷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老爷因为在深秋的时候 着了风寒 得了感冒 所以今天说话会有一点哑 请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来到这里 是上海纯音音响公司的办公室 由今天的纯音举办了一场 器材鉴赏聆听会 老爷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在上海音展的时候 新款的喇叭发的展会 展会的时间也比较匆忙 老爷没有办法近距离的去观赏器材 也没有办法很静心的 静下心来去听一听这个器材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聆听会 是机会非常难得的 纯音的几个工作人员也都在现场 也把音箱调整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所以下面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下 今天展出的有哪些器材 今天系统的主角 就是我身边这对喇叭花的 落地音箱型号XD 大家看到圆形的红色的大号角 非常非常的性感 这个是它的中屏部分 这是它的高屏部分 然后它箱体内有两个隐藏的低音单元 是12英寸的 然后用1000瓦的内置的功方来驱动 所以说它是一个半主动式的音箱 关于喇叭花的来历 我个人以前并不是很清楚 今天的聆听会上 耳机论坛版主小白做了个简单的介绍 喇叭花的厂家是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 它的创始人是一个德国的富尔旦 然后他一个好朋友 也是一个电子的器材 他们两个人联合创造 到现在快有50年的历史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梦想就是用号角 发现最好的声音 我们来到箱体的背后 箱体背后 它的接口非常的丰富 今天呢 淳因他们是按照厂方的建议 是用模拟的接线来进行接线的 然后呢 它其实背后还有数字的接口 另外有网线和USB的接口 这是派什么用的呢 通过这个接口 可以用电脑来调试它的EQ 也就是用DSP模式来调整整个喇叭的参数 它包括还有12V触发的功能 非常有意思 看到这么威武的箱体 很多朋友肯定要问了 这对箱子这么大 很难驱动吧 错了 首先呢 箱体内 它是有一个内置的功方1000W 来负责它两个低频单元 然后它的中高频呢 是由它本家的前后级 今天展出的也是它本家 就是喇叭花自己厂家生产的前后级 来搭配的 那为什么要用它自家的前后级 来搭配这个喇叭花的音箱呢 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它的标示非常的奇怪 它是16 欧姆祖抗的音箱 然后啊 它的灵敏度高达107dB 然后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它的后级 这是一台纯甲类的后级 大家知道它的出出功率是多少呢 它在纯甲的状态下 出出功率是一瓦 它只需要一瓦的功率 就可以驱动这对音箱 大家想不到吧 音源部分也是使用了西班牙 HIGH-END的品牌 WADEX的四件套 当然这四件套里面 我们今天没有用它的多功能唱机 但是我要给大家拍一下 为什么 现在唱机非常有意思 它有个自动升降仓的功能 待会我让工作人员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黑科技 它可以读CD 甚至可以读蓝光 还可以读SACD 这个西班牙的WADEX创始人 他也是一个富二代 他的父亲是一个西班牙的音响代理商 所以他对于器材的要求是近乎于苛刻 这台WADEX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分体的状态 束波加解码加电源 所有全部分开 大家知道很多的 基本上大多数的发烧厂家的解码 它的芯片都是外购的 而WADEX的 它这台解码里面有一块 叫Music的芯片 高达128位的超级芯片 它是厂家自发研发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背后的线材 它用了很多PAD的电源线 最关键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是精彩新款的艺术家系列的一些线材 包括它有一根它的电源线 还有喇叭线 还有一根平衡线 因为它这三根是精彩最新艺术家的旗舰系列 叫达芬奇 因为达芬奇现在还没有出USB线 所以还有根USB线 使用了它的刺激键叫繁高 整套线材售价 公开售价也将近人民币100万 看到这里有些朋友有点不开心了 老爷爷太崇洋媚外了 德国的喇叭 西班牙的训源 荷兰的线材 怎么没有我们国货 有国货 我们这个架子是爱丁堡的架子 是我们正正当当的国货 感谢我们邵总提供的爱丁堡的机架 最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段喇叭花的录音 让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下期见 Larca mía, larca mía i cari del mio amor in cinturin In ti contino In ti conti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曲 杨茜茜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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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